朋友们我要爆料 我今天报道的是我自己 其实有很多人会经常问我的身高和体重 然后我就会给大家说我1米68 然后是55千克 身高呢其实我这一年都长了大概两厘米 我大概现在是70吧 1米70这样 然后体重呢其实我在很长一段时间 去年吧一直在国内都位置在55 然后去年从国内回来之后 我就感觉我是吃的有很规律 但每一顿饭自己做的非常有营养 虽然说它不是完全不会垃圾 但是每一顿都是属于吃的特别满足 特别饱腹的那种 然后再加上我锻炼也是非常的规律 然后我前段时间突然上称 我就发现我长了6斤 6斤肉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上去之后 我发现我是58.1 我好像还有拍下来那个照片 算是有可能是因为我前一碗吃的 就是有点咸 然后那天才有点睡肿啊什么的 所有的衣服像牛仔裤啊这些 它们的尺寸都没有变 我也没有觉得说我最容易长肉的肚子 有长肉啊什么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数字好像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开心 我就想说不行 我一定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得让自己的数字稍微下来一点 就算都是肌肉 但是好像也看着着是有点壮实吧 所以呢在最近两个星期 我就开始了我的一个佛系减重计划 就我也没有要求我自己减脂啊什么的 然后就减减重 马上自己的这个数字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然后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目前的成果 是大概啊 我今天当时称已经56 所以就是这两半天减了大概4斤 整个过程我觉得也不是很痛苦 那因为我真的是已经 就是我个人觉得我平日的一个运动量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想要在这个运动上面有所突破 让自己加把力 然后减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所以还是思来想去就从这个 吃的上面稍微让自己不要那么的high胃吧 然后我这个high胃其实说的并不是说啊 我一天会吃很多的油炸啊 或者说是乱七八糟不太健康食品 我其实就是因为我有可能给自己的营养 有点太过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会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一周主要的一个吃恋吧 吃恋计划就是我的恋突然变得稍微佛了一点 就我不会再给自己那么大的量了 其实昨天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你减重减不下来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是你的皮质唇过高 皮质唇的话 它其实是你的一个压力激素 那如果你一周每一天都在锻炼的话 你的这个皮质唇的这个水平 它是居高不下的 所以就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越练越重 反倒就是你有段时间 然后没有什么机会去锻炼 然后正常吃 哎体重还变轻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 大家周一好呀 天天其他好了 这个香气我喝的最多的就是这款奶昔 我里面放了添加蛋白粉 酸奶 苹果 梨 还有一点蓝莓 黑莓 放了一点点桂花 用来提香味 最后倒上了一点almond milk 然后把它打好了 这一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顶宝 干杯 同时我觉得又非常非常的润肠 大家可以去喝一下 大概我早上十点多喝完之后 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才会感觉到比较的饿 然后又是给朋友拍摄的一天 然后可以稍微看出去一点点 你看一下我们的晚餐 你做了什么再说一遍 你不给你吃点主食什么的 里面有玉米跟芝士 你看我说是 我猫的还挺堆的 你想他从来被他大爷那样子弄 他肯定是个内心已经非常坚强 就是这种很硬的人了 现在网球基本上我们最少都会打两到三次 因为网球场离我们家非常紧 大概开车五分钟 所以有时候就算感觉特别累 也会开车过去打个半个多小时 有时候我就会和刘士航小场拉一拉球 让自己保持住这个球感不要丢掉 其实我为什么每一次都会放我打球 第一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点一点的进步 第二是我觉得像这种运动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动作录下来 你才会看到说自己有哪些不足 然后可以改进 又是同样的一杯奶昔开启新的一天 我这会要出门 然后今天准备把我的头发再去拉直一下 我今天穿的特别的碎衣 好了 就现在就是属于特别滑 特别柔顺的这种 然后你们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你就问他说蛋白矫正 叫做巴西什么蛋白矫正 然后因为我突然在选 所以他之前会给我软化一下 然后再进行这个步骤 然后如果你是在那个美国的话 就去问这个店里面叫做 Brasilien Strading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他们应该就能明白了 好了 又变回了直直的头发 我在CAPE又买了两个瑜伽砖和这个瑜伽球 最近一支披肠片什么的 我感觉这个洞子做的我屁股疼 可以靠着点上上靠着 上上靠也是背头 所以就是我觉得可以就像办公室一样 搞一个瑜伽球 然后就可以对你的脊柱好买 这个钩挺合适的 是吧 就是突然这个地方舒服了 你下个腰还挺舒服的 是吧 很有拉伸感 最后去这个地方 因为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去弄头发了 所以回来之后我要 把我今天的运动任务完成 然后我先做了大概10分钟的瑜伽球的复部练习 大家不要笑我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难 而且腹部真的是我的软肋 就是每次我去做瑜伽的时候 中途会有5分钟的腹部 我都是属于非常滑水的那个状态 整个就完全累到不行 我觉得我做其他任何运动 都没有脸上这么痛苦的表情 除了做腹部 不过在瑜伽球上这样拉伸还是挺舒服的 老公 这个瑜伽球练核心太难了 你要不要试试你的核心 我来吃一下 我第一个动了就不行了 猪花 來來來 小心 差點巴默 要罵鑰匙 要罵鑰匙 叫罵鑰匙 試試看 你可以不用扔它 一直把它传到你的手里 然后你要从细腹大腿一会儿跟着起来 这个累 我们的晚饭做好了 一些蔬菜还有一些肉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牛仔骨 又来到了我们美洲壁 做的事就是打网球 我感觉现在就是属于网球大 称怎么样无所谓了 但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 有氧运动的效果 都久没发现了 一周 承认一周吧 上周三拍的 这周我估计拍不了了 你明天也拍不了是吧 对我周 我周五也不能拍 我周五应该 我周五需要我去吗 周五不需要 好美啊 好美啊 出去做瑜伽 然后我还是主要选择一个拉伸放松 瑜伽砖也是我每次外出做瑜伽的时候一定会拿两个在身边的工具 尤其是在一个小时瑜伽结束之后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子去使用瑜伽砖 然后因为我提前身体并没有打开 所以我在做这种三角式的时候非常的紧绷 手都完全不可以放在地上 然后这个时候瑜伽砖就帮助了我很多 今天我就选择在家运动 然后我其实一般在家运动的话 第一步就是我会用 凹圆机然后跑一下 其次我就会在瑜伽垫子上面去做一些拉伸 大家分享几个就不管是我去做瑜伽 还是在家都特别喜欢做的拉伸 第一个就是把那个瑜伽砖放在自己的腰下面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特别特别爽 尤其是像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容易胀气的人 然后胃啊肠刀啊 如果你那一放的话 你就能瞬间感觉你整个的肠胃会被拉伸一下 就stretch一下 瞬间会变得通畅一些 而且就是你把它放在你的腰下面 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手去感受你的肠刀啊 你的胃部 你就大概能感觉到哪块好像是 稍微有一点点堵住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就可以用手去揉它 就特别特别特别爽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一个拉它肩 其实像我们平常做的话 就是背部就是老像弓着嘛 然后就很需要这样的去把你打开 然后把那个瑜伽砖放在那儿 然后整个人的手这样子背过去之后 你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你的这个背肩 这块特别特别舒服 然后像我刚才那个动作 我就感觉我的上班人这块都是马的 就说明其实平常真的是你这样工的时间太久了 然后像我的瑜伽砖瑜伽球都是买的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在亚马逊买到 然后我就把那个买了链接 然后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就不喝我那个奶昔了 然后我做一个我做了很多次这个 然后里面放了燕麦奶和这个牛奶 我们可以三四连的链拍一次 往下我给电影了 那么着急啊 例如这个妆人就是 那时候的女的就是非常有型的钢丝头 人的那个美线纯线 所以就感觉为什么和扫币 然后化妆化妆全是确实 就是那个斑的 老杰 像做一场梦啊 就是当然例如流传粥也在美怀上 今天非常的寡淡 可以可以 今天这一锅就是我跟柳尔茶两个人的饭 菜质是谁的对付 质航流的 热四的七号 七号是谁 孙星铭 还真有那么一点点像呢 今天是三十岁的孙星铭局 大一局 今天终于不跟我一起运动了 我有个帮手今天 快兔子兔子 兔子 来 留下一个 来 这个十斤的大兔子 走了走了兔子走了 人家以后我们在虐狗 大家看见我刚才倒酒知道我要干嘛了吗 我要录博客啦 这期只有我和欣欣两个人 然后我们要谈一下友谊这个问题 这个话题 欣欣你的名字怎么 来了 你的名字怎么加了樊全庞了 你是明天去德国吗 今天晚上 哦天哪 这时间太紧了 那咱们都还好呢 我是六月四号去是吧 我是六月三号走 我打算自己去瑞士玩一圈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天气 我觉得我吃了过去还得买一个冲锋衣 听见警车还是消防车来着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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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买一个冲锋衣 我看了 尴尬的 百八年了 这是书包 王总 你们穿得像个小二 就是随便吃吧 先一天的运动 因为前两天的运动感觉都还挺慢的 所以今天我准备逼自己跳一个HIT30分钟的操 我想说Growing Ananas 如果大家想练臀腿的话一定要跳他的操 他的操真的是 就我今天练完这半个小时臀腿之后 我这段时间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就你练的时候感觉每一个动作都不会很使劲 但是练完整个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刚刚做完了半个小时的HIT 哇 真的好久都没有做了 然后我做的是Growing Ananas 然后它就是属于我觉得特别特别累 然后它是有很多的腿部的运动 做完真的实在是不行了 这儿给自己吃一个中午饭 然后吃个很简单的沙拉 还有鸡蛋差不多最好 现在晚上拍完了照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餐 我这contract配 然后拍完之后我们这会儿吃完之后 吃完之后我们这会儿就准备去爬个墙 今天早上雷达不动的周六早上的网球 然后我今天给我炸了一杯这个白白的 里面是燕麦酸奶 然后燕麦奶 7S半个苹果 还有一点那个胶原蛋白粉 就这样 这个还挺好喝的 奶奶的 你帮我拧一下盖子 嗯 喝 三 好累 我们今天中的饭也太寒酸了吧 就一碗小粒 锅里还要搬锅 还有点这个 好菜说有点像下场 还有点像习惯 你干啥呀 你看现在你是这种 快往下走 好久没穿了 是啊 上次是啥时候 上次是毛总婚礼吧 大家是不是都没有看过姐夫穿西装 现在还没有穿皮鞋 怎么着 看中年人 你的肚子还是比较优秀的 让我挺 让我挺一下 我要穿我的去了 我就是穿这样了 身后真的是一片狼尖 这是我前两年买的一个product 上周出现在我视频里的那个同学 然后她自己是一个小提琴手 她老公是我们亚特兰代交响乐团的重提琴手 然后这周六她还给我们给了4张票 然后邀请我们去看她老公的演出 然后这边看演出嘛 你就是要穿了非常的啊 这种正式 然后我就问她说到底能有多正式 她说就是会有人穿艳围服是吧 就可能有 澳湘里 她是怎么说 反正她就说再正式都不足为过 然后我们就拿出了压箱底的这些衣服 放上个条袋子的 啥意思 他还拿了她的西装呢 嗯 还有西装呢 你拿了吗 不会那么的 我觉得这个景还不错耶 挺好 是吧 我们为什么要停在顶呢 可以停在下面坐这些衣服上去 我们来一下一下 看看修穿的 走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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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這個就去大王球耶 來,好球 今天早上打完网球之后 下午去给一个小姐姐拍了照 然后去了一趟超市 今天晚上毛总还有雨晨 然后来我们家吃饭 我刚从超市回来 然后我们的苦力正在抬东西 我们泰国来的苦力 来吧 欢迎亲朋友 欢迎 谢谢 不是啥是我说这话 不是你跟你说的 哦 这冰一下 没啥 每次你说出来才是意识到 意识到这不是我家 从那也可以冰 烧 尝尝一下 哇 谢谢招待 谢谢 这我就切成小方块了啊 切啥样不行 切啥样都行 切啥样都行 我做的是剪刀吧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炒的都太 你看它就是太心急了 巴斯科跟那个还不太一样 你做的是啥 清乳酪 清乳酪 那个得用水浴法做 嗯 成龙座 哎呀 nic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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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